你也知道了 他一身坎坷 一臺命令 最后又和日本人同归于尽 那也看成是一名烈女子 是啊 今日有一事相求 你看能不能把他的事 变成书 说给大家听吧 好吧 我正琢磨这事呢 行 行 需要多少钱我出 钱不是大事 白母丹是你的三姨态 又是关他脑袋二姨态 这事我是编进去 是不编进去啊 可以编进去 白母丹嫁给我和嫁给关他脑袋 那完全是两回事 编进去 那是那是 这个您收下 应该没有 这事 这个这事 一个大的是 我 怕 你 我 还会 我 谢谢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没有 我 你 我 白牡丹会与他同归于尽 报告特定 昨天一场大雨之后 瓦沟的大雨时不见了 这怎么可能 确实不见了 自从我们发现了雨时王之后 我就派人天天看守 可是忽然他们今天跑过来告诉我说 雨时王不见了 我去看看 再见 你看 怎么办 你是刘 山体滑坡 天意啊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天意不可为 不过这块意识早晚还是属于我 那天皇陛下的生日礼物怎么办 那天皇陛下的生日礼物怎么办 区务员县将有重赏 区务员县还回治安维持会 现在这个社会治安有点乱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你们站岗的时候都得给我静着点 楼上楼下过往的人都得给我拎着点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大力士 听 干嘛呀 关队长 关队长 谁呀 关叔 我 你干嘛来了 找你有点事啊 上来吧 来 坐 我刚才 在城门洞在那儿看见 咱这儿贴出告示来了 说日本人要找好玉 凡是提供消息的还有重赏 是怎么回事了 那时光先生说的那还假得了 那 对了 我还听说您带人上山上找好玉石去了 别提这个大玉石 玉石倒是找着了 可是呢 遇到了泥石流滑坡 没了 空欢喜一场 关叔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 那苏子河里边就有好玉石 您还费劲麻辣地跑山上找什么玉石 namo 你不肯定在家里 李婉石 这 flow 我们不是都说一个 年轻人 没了 他得无论 对 是 那眼神 还不算是 赵总 跟刘兵 让刘兵 是 让刘兵 得 по 抹个手 都拼了 我们找到了一块上灯老狱 在哪里找到的 苏子河底 苏子河底 你是怎么发现的 是这样 太军 当初高老太一家 找到了一块上灯老狱 结果他们就把它藏到了水底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苏子河畔还有其他人 高老太一家埋狱的过程 就被别人看着了 老狱 老狱 冒啥呢 老狱 你有话就直说 不用跟我绕圈 奉皇帝的命令 寻找上等美誉 脑袋 我们葛家的玉矿 都归了日本人了 你找美誉找到我家来了 好像有点不对劲吧 咱们整个秀研所有的玉石都归了皇军了 我听说啊 当年你们家可找了一块上等的美誉 老嫂子 可有这事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我要有那么好的玉石 我还在这儿受穷 你就别跟我逗圈子了 大家都是明媚人 我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今天也不可能亲自来登你们葛家的门 你还是把那块玉石交出来吧 我家就这么大 你随便翻 翻成你拿走 老嫂子 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那块玉石里藏哪儿去乱 我听说当年你把那块玉石沉入苏子河底 王不停的时候 可是有人亲眼见着 那肯定是看错了 压根就没得发生个事 你要这么说呀 那我可就如实地跟皇军说了 皇军的手段你也不是没理由教过 还有你儿子葛大清 竟敢袭击本团长 阻挠日本人赵玉 就凭证就可以判他死罪 姓官党 你不要在这儿栽赃陷害 我告诉你 我一个孤老婆子啥都会怕 那好 皇军让我转告你 明天必须带我们去苏子河找那块玉玉 爹 爹 我刚给你熬了点小米粥 赶紧趁热乎喝了吧 放那儿吧 爹 你说你就不吃不喝的 你不为自个儿想 也得为咱这个家想想啊 来 去吧 娘 我想了想 你每天一个人在家挺寂寞的 我打算啊 从今天开始 我就回家来陪你住些日子 傻丫头 娘还没到 走不动旁动的份上 你不用担心娘 娘 满哥现在又不在家 我能不担心你吗 秀儿啊 以后娘不能老在你身边了 反正不能太任性 要学会忍耐 有事多跟师妻商量 娘 你这是怎么了 贺家是个大户人家 人多事也多 你要学会 秀儿媳妇的本分 你放心吧娘 我知道 这现在呀 贺家对我挺好的 老爷子对我跟亲闺女一样 之前二太太找茬 现在也改了不少 她还每天让厨房给我做好吃的呢 这样娘就放心了 师妻是有大志的人 你要多支持她 我知道娘 你放心吧 时尔不早了 你快回去吧 娘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从今天开始 我就在家陪你了 你现在有身孕 不能老往娘家跑 一旦懂胎气 就不好了 我哪有那么娇贵呀 实在要陪 你就从明天开始吧 那好吧 你说的啊 明天你可不许再拧我走了 那我先走了 去吧 你也早点休息吧 来 我看看 我先走了 好 我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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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